日本電影《哥吉拉-1》 帶觀眾回到二次戰後的時空 飽受戰火摧殘的日本人 遭遇被輻射污染 而飆速成長的大型怪獸 神木龍之介飾演的男主角 受命擊退哥吉拉 電影從二零二三年十一月 在日本上映 累計票房突破十二億台幣 二月進軍了北美市場 累計全球票房突破了 三十三億台幣 超越二零一六年正宗《哥吉拉》 成為史上最賣座的 《哥吉拉日語》系列電影 不只如此 電影更為日本摘下了 史上第一座 奧斯卡最佳視覺效果獎 領軍出席典禮的導演山崎貴 帶著視覺團隊走紅毯 除了抱著特製塗裝的 《哥吉拉》模型 腳上的造型跟鞋 更成了媒體捕捉的焦點 無論男鞋或女鞋 鞋跟都是哥吉拉的爪子 所包覆 形成獨特的造型效果 這些鞋款是電影團隊 和35歲的設計師 松井亮佑攜手推出 說起哥吉拉鞋的靈感來源 投入設計行業 超過十年的松井說 他偏好暗黑奇幻的 獵奇設計風格 於是設計了這一款 綠色手掌粉紅高跟鞋 也醞釀了哥吉拉鞋的雛形 松井的公司很迷你 只有六名員工 專做哥德式風格的奇幻服裝 也設計超寫實風格的家具和物品 哥吉拉導演山奇貴 向中他 花費一年的時間 設計出三款系列鞋款 最貴的一雙造價 超過兩萬兩千台幣 在日本首映會上 初次亮相就吸引了媒體注意 團隊進軍奧斯卡的行頭 自然少不了松井的設計 哥吉拉鞋在奧斯卡典禮的曝光 讓松井的設計一氣爆紅 來自各國的訂單詢問熱絡 已經賣出了好幾百雙 由於鞋子是手工打造 松井的團隊敢供製作消化訂單 目前還有100雙代銷 入下之後將推出新的造型鞋款 希望加速代表日本奇幻文化的哥吉拉 行銷全球 公視新聞章數分編譯